许家敏这船就有点吓人啊 主要是目标是安杜哈尔 而安杜哈尔呢 正在回到他位置的路上 现在金门虎呢 又回到了正常的阵型站位 重新来组织进攻 这段时间呢 他们就可以控球了 在控球的情况下 右边路的明天 杀伤力挺大的 脚后跟又一次 可给明天 又一次进了进驱 率先的身体对抗和解围 前姐给 叫球 明天呢 上个赛季 从11月开始 缺席了最后的11轮比赛 那时候就是手部受伤 但是那个阶段呢 武汉保级的压力也很大 现在加盟新球队 可以在赛季初 有稳定的出场了 复明 再次和 月薪 以及巴顿 讲好规矩 身后卢卡斯 要多推一把 尽可能的 把巴顿 推远一点 卢卡斯 这意思也是 月薪 得多上一点身体 小球 发起来 陆谢奎 第一点头就顶出 再起双川掉进驱 第一点 睁下来 依然是卢卡斯的解围 穆谢奎 全力在冲 来 沃洛插上 选择给到远端 左边路前接给 上来之后 穆谢奎 跑远端 有机会连接上 可惜最后这条大门啊 没有吃正部位 但是对于 已经35岁的穆谢奎来说 刚才从连续的冲刺 分球 再到后插上 其实难度已经很大了 再看这一次啊 穆谢奎 在插上的时候 其实整个天际金门虎的球员 都把他忘掉了 如果再年轻的一两岁 也许穆谢奎 就能很轻松的完成射门了 今天面对金门虎呢 浙江的这个打法就挺有针对性了 金门虎更愿意控球 更愿意做整体阵型的押上 所以在球队身后呢 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间 能让浙江队这几个外员跑起来 但情况同样如此 金门虎这一次贝利奇 一半平比分 这一次贝利奇集中注意力 没有再浪费机会 这是浙江队自己在后场出球时候的失误 给了贝利奇又一次 一对一单挑赵博的机会 贝利奇新赛季第一个进球 再来看啊 受干扰的情况下 弗兰克的出球被王秋明做了拦截 所以这个时候在后场的出球 要格外的谨慎 刚才这一下更像是田一农 在弗兰克身后捅了一脚 算是弥补了之前啊 在防守弗兰克的时候的那个失位 杨诺恒再过来防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场呢 其实对于喜好控球的双方来说 控球都很危险 大家也都很清楚 对方的打法 尽可能的利用对方在后场控球的时候 去做施压 在前场 做手转弓 不知道进球之后啊 东道主转部机构 会不会再一次把镜头对准 谢维军 但是同一个位置又有着相同类型的球员 其实他可以是良性竞争的 眼下这个局面呢 就有点这个意思 不到三十分钟 双方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十次了 今天 像之前所说打的都很直接 又一次船中掉得进去 百味又远胜的机会 九号贝利奇 不进则已 一进就是俩 这一次的射门难度可比之前两次大多了 一个中锋 等他进球之后 自信 自然就会产生 咱来看啊 这次在船中的一瞬间 贝利奇先是要了一个 紧区里的位置 但是他和罗萨做了一个交叉跑 罗萨换到紧区里 用胸部把球坐下来 给贝利奇架了炮 贝利奇这个时候是射手风范 迎上右脚平抽 入网 金门虎在落后的情况下 贝利奇 27 29 三分钟之内 两个进球 帮助球队反超比分 罗萨刚才的特点展现出来了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边路活动的球员 前腰或者影风的这个位置上呢 更适合他 金门虎在后场段球 罗萨 想通过王秋名向前 埃沃洛洛今天状态一般 几次处理球呢 效率不太高 之前的一个赛季浙江这边 穆谢奎加埃沃洛 再加上弗兰克三个人 一共打进了41个球 球队总共是64个球 也就是站到了球队将近三分之二 金门虎进攻又来 罗萨最后的这脚传球如果能给到贝利奇 又将是一次好机会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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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队判发这一球呢 是刚才在停球的一瞬间 金门虎这边有手球 乔迪的点头啊 特别无奈 一比零领先的情况下呢 浙江队其实也有扩大比分的机会 但是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贝利奇两次抓住机会 就反超了比分 直线找埃沃洛扣一下 再扣 远端有队友 第一时间没有船 现在再转移到右路 东宇 回到姚军胜脚下 左脚直接起船中 埃沃洛的头球 本意是想往身后蹭一下 结果呢 是顶给了金门虎的球员 浙江前场抢断 穆谢奎 赛掉进区 富兰克胸部停下来 转身打 依旧是阅位在先 两场比赛呢 亚太和金门虎 面对浙江的这个打身后 做法是不太一样的 金门虎今天努力的 在创造一些阅位陷阱 而之前呢 亚太基本上是升扛 毕竟球队当中有奥克雷 现在现场的雨呢 有点下大的意思 雨战再加上夜战 会让现场的球迷和球员 都会更兴奋 当然更兴奋的这个 因素还有比分 30分钟已经有三个进球了 乌鲜奎倒在草地上 金门虎的进攻还在继续 巴顿 金门不围的中锋 木屑奎 这次倒在地上呢 显得挺痛苦的 来看看这个过程 这是被 出球之后呢 被田一农顶在了胸腹之间 最怕的是肋骨出现问题 再来看看贝利奇 先是右脚单刀 打远端 然后又是右脚 打凌空 选择近脚 镜头也对准了卢卡斯 就是今天的他和梁诺恒 主要要去防备利奇 金门虎 左侧进攻苏元杰 回座之后地面穿中 刘萨想法不错 但是今天呢 因为下雨 所以球给他一个加速之后呢 会往前窜 力量比较难控制 否则巴顿是有机会的 向照前接给这球被金门虎断了下来 现在给今天在场上的出现频率并不高 来看看浙江反击的机会 给身后提前量很大 刘萨胜 观察 到的左脚打 安杜哈尔 做了一次出色的防守 并且让金门虎就此开始一次反击 巴顿格尔能力很强 沿着边线的突破 最近十五分钟控球 金门虎呢将近百分之六十五 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最后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的考验呢 是留给浙江队的 富兰克 传球又有点踢次了 能看到浙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啊 中场的人数没有什么优势 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起长船 那随着这个雨一直下呢 场地会越来越湿 可能对于长船之后 这个球的落点和向前窜的 幅度不太好控制 这对于浙江现在的打法来说 会变得越来越难 而且前场啊 沐歇魁毕竟不年轻了 这场比赛到底能冲多少次 体能上也是个问题 富明呢再一次享受 这边金门虎的拳是有些不满的 因为他们是在控球的过程当中 冲雨倒在地上 碰头球的过程之后 是去平衡 这一下看起来很痛苦啊 右膝的位置 28岁的董雨 也是出自于绿城的清训 看台上 浙江的球迷很焦急 哪怕有一个如此可爱的闺女 在跟你斗 刚才那个球迷的表情还是很严肃 对于丹尼尔和张晨熙 要过来观察一下情况 走路还是一拳一拐的 暂时回到场内 比赛继续 仍然是金门虎 罗萨的控球 贝利达再向右路转 明天直接起船中 前点 打到了 没有打正 但是这个弧线呢 运气就有点差了 王秋名在前场 右边向前点 顺势打 难度很大 明天来到球队之后 的确让天津金门虎 在右路的进攻呢 多出了很多的选项 这场比赛表现的尤为明显 尤其有了他这个火力点之后呢 罗萨就可以被解放出来 更多的向中路去做串联 就是现在这样 利用他的突破的优势 创造机会 宇根伟恐怕是对于刚才罗萨的这次身体接触之后 没有吹 有点不满 在他身后呢 刚才看到谭旺松 推移式没有看到 但是谭旺松呢 这个赛季已经进入了天津金门虎的教练组 曾经 两次在天津总共效力了九个赛季 虽然上个赛季呢 并没有出场的机会 富兰克 横传 要军胜 想打一个反角度 或者是传球 总之 没有处理好 苏妍姐 出血了 没有看到刚才碰撞的过程啊 张朝松要和于根伟沟通一下现在在场面上的变化 张朝松 球迷们在喊着谭望松的名字 孙杰杰这时候 这应该是鼻子出血 暂时止一下血 而且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主要是要看看这个 球衣上有没有沾血 沾血的话还得尽快换件球衣 鼻子出血呢 尤其对于球员来说 他在比赛过程当中 血型迅速 所以止血不太容易 尤其是 西门湖压缩防守 而浙江队呢 大部分球员都已经攻到了前场 在寻找直塞的机会 这一脚张佳琪没有给好 苏元杰刚刚回来 而且又不在他的位置上 这一脚处理呢 显得有点临时 先把球解围出去 然后回到自己左边后卫的位置 常规时间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是上场比赛有 两次受伤的情况出现 也耽误了一些时间 还有三个进球 东宇尝试做反向 跟队友没有形成默契 巴顿沿边路突破 球被断了下来 贝利奇的保护 上场比赛三分钟的不时 上场比赛三分钟的不时 赤江队在努力抓最后的上场的时间 左边找身后 月薪 进攻当中面对明天 左脚起传中 第一点位顶出来 紧接着王秋明的结尾 站下起 跌到卢卡斯 进攻的时候 浙江队的队员站位很开 试图利用两个边路 拉开金门虎的防守 这次转到右边路的时候 被抢了下来 之后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 有反击的机会 左边路的空间看到了 但是给的有点直 让苏元杰跑动的距离太长了 再次转到右边 最后这一分钟呢 金木湖想拖一点时间了 这上半场啊 金木湖浙江打得非常开放 而且跑动也挺多的 这对于两边消耗会很大 苏元杰这身衣服还是得换了 衣服上沾了血 那必须要换件新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暂时的离场 当然上半场比赛马上也快要结束了 最后的这几十秒的时间 他是打不了了 转动画风鸣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上半场的弗兰克先是在14分钟的时候进球 接着贝利奇27 29 三分钟之内完成两个进球 帮助天津金门虎反超比分 上半场的天津金门虎暂时是以2比1领先 并且他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弗兰克有进球 但是这场比赛其实踢的并不舒服 包括穆谢奎上半场比赛浪费过机会 而且这场要让他大量的去跟对方的中卫 杨帆和安多哈尔去升扛 也是很好体能的 那么我们也稍事休息 一会儿半场回来 从来再继续陪大家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一会儿见 2023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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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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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腾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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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林达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李潮 我是上海海港的周远吴磊 我是补汉三分队的西芳飞 我是河南队副超 我是上海山话俱乐部胡锡 我是天津金龙股队员巴顿 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王大雷 我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天毅 我是浙江队姚中正 我是河南队中一号 我是长城亚泰队谭龙 2023赛季 看中超 来腾讯体育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张元 我是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球员 林辉和 我是河南队王上元 我是苍州雄师俱乐部的王鹏 我是荣存足球俱乐部张超 我是南通志云俱乐部的汪松 我是青岛海宁足球队队员正龙 看中超 来腾讯 2023赛季 看中超 来腾讯体育 是谁说的我是一姐 谁随文美娜吧 绝世大美女啊 我不是眼控 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 这句话可以播吗 不我没答 太可怕了这个问题 吃饭睡觉 等着新赛季开始 好好备战 准备比赛 各种吃饭 触底反弹 球迷满座 倾心向上 座无虚极 群雄争大 满坑满底 有我 为山东打抗 为家乡打抗 家乡球队 起劳队 重 城楼城 胡和涛 北京湾有点断德志的小孩 我觉得是不错 期待那些名字 还有点陌生的年轻球员 用自己本赛季的表现 把自己变得家喻不祥 没有开始折队 上海海港 大海海港 海港 那还是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 用看好山东北山 现在必须北京湾 有北京人啊 我听过生花球迷 喊一个口号 关关北京关 就是很上海的口号 叫哪一指他 威尔儿 有用 非常有用 别像拖拉机一样卖 看清楚 别添乱 有没有都差不多 大多数时候他是灾难型 争议很多 原贾老师 原贾原总 那肯定是李大利 他进球最多 让我想想得罪徐亮 还是王小龙 我除了扔一球没他好 生涯方面应该都比他强 但是如果论业余球员的话 我相信我的球员 还是最好的 我自己的足球水平 怎么说呢 背体 除过人不过 略懂 略懂 你看我像球吗 在这个主持人团队里边 应该是这个吧 真的 那我没听说过 知道也得装 不知道 多多益善吧 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替球迷们感谢我们的导演组 我呀 肯定是我 那肯定是袁总啦 我不是颜色 Nice 留给大家买票 看中超的时间 不多了 看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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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腾讯 来腾讯 看中超 来腾讯 看中超 来腾讯 看中超 来腾讯 我是上海海港的球员无垒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上气 我是上海三天队的谢鹏飞 欢迎来到我和组场 我是上海生化俱乐部无锡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上海 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王大雷 欢迎来到我们的组场 济南奥体中心 我是北京公安俱乐部的高天毅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北京工人体育场 我是长春亚太队谭龙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南陵体育场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旅程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大连人俱乐部的中心 我是河南队王上元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航海体育场 我是天津金木骨队员巴顿 我在水滴和泰达组场等着你 我是浙江北辽俊正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渡洲二组中心 我是梅州客家组组织乐部球员 尹文博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武汉澳土中心 卫塘体育场 我是沧州雄师俱乐部的王鹏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沧州体育场 我是荣城足球俱乐部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沧州凤和山 专业组织乐部 我是南通智云俱乐部的汪松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如高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我是青岛海经足球队队员 正龙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青春足球场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张元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深圳龙岗大运中心 北京时间4月15日 2023赛季中超联赛 即将燃起战火 东窗期不少强队 对阵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强 这就意味着 新赛季争冠形势 将更加激烈 在足协严格转入政策的筛选下 留下来的中下游球队的保级欲望 也会更加强烈 主科场回归 将是今年中超的一大看点 与三年前相比 新赛季的中超 各个硬件条件 均已完成了升级 此前为亚洲杯与市区杯修缮 与改造的各地球场 目前均已完工 新赛季有不少的球迷 将在更加专业的球场观赛 这也让各支中超球队的年票 销售火爆 2023赛季将有望出现 6个专业足球场 其中4座开赛 就投入使用的专业足球场 为北京工人体育场 上汽浦东足球场 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 和青岛青川足球场 而在最后整修 游王下半年投入使用的 两座专业球场 则是天津泰达专业足球场 和大连缩鱼湾足球场 从专业的数量上来看 这也是中国职业联赛 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赛季 专业足球场的上座率 和主场文化 将成为新赛季中超联赛的 一大看点 魔鬼主场回来了 中超的复兴也有望了 新赛季中超联赛 取消了此前执行了 近7年的123政策 123政策本是旨在通过比赛 培养和锻炼年轻球员 但各支球队为了成绩 上运政策 下连对策的做法 让大量123球员 上场更像是表演 大量年轻球员 通过此政策 身价一价大涨 当国家队再次 无缘世界杯过后 123政策争议越来越大 如今 123正式退场 也将让我们的联赛 回归正常 受各方面影响 本赛季中超联赛 4月15日才正式开赛 比赛期间 赛程安排了6周 一周双赛 这对于球员的体能 以及板凳深度 将产生极大的考验 上赛季的二轮转 两支球队最后积分 军委78分 领先第三名浙江 多达13分 新赛季 这种局面将不复存在 中超第一集团将扩军 谁将夺冠 也会更具悬念 从东窗期间的补强来看 除武汉三镇 和山东泰山对外 上海海港 北京国安等豪门 有望机身争冠行列 此外 马尔康 坎特 离开中超 新赛季精缺之争 值得期待 中国足球的规划之路 虽然没有取得成功 但依旧保留了火种 随着埃克森加盟成都荣城 费南多加盟山东泰山 6名先后入籍的球员 将有4人重新出现在 新赛季中超赛场 在警员足球时期 中超请来了大量世界名帅 来提高中超联赛的竞技水平 随着时间的更迭 新赛季的中超 将成为土衰的舞台 2023的中超联赛 一共有7位国产教练带队参战 而且多为年轻教练 陶伟 谢辉 赵敬哲 于庚伟 陈阳 陈涛 将共同为本土教练 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也有望给土衰正宜 有多少窗伤卡在眼后 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 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 现在我们走到连队 一定会打压所有人的影片 大家小心自己 小心自由 关起来 关起来 坐下 加油 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 少少的尽头 一尘空 等到黑夜翻遍之后 会是新的拍手 我都还想起来 我们是自己在打斗 我们还以后 你关了 好吗 加油 心里头的野兽 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 心灯没有能够 我都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 我们是自己在线 我都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 不要害怕生命中 不完美的角落 阳光在每个裂缝中散落 等到黑夜翻遍之后 没什么事 我都还想退去之后 只是潮汐潮落 别到最后你才发觉 心里头的野兽 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 心灯没有那么脆弱 总还会有执着 我生不愧只要说 我总还没有伤口 不要害怕生命中 不完美的角落 阳光在每个裂缝中散落 不如就勇敢打破 生命中的裂缝 阳光就逐渐灑满了 记忆中 那热血的青年 他都坚定的信念 为承诺着顶天 不断考验期间 生花球没有放 一路随随 我愿意在你里面 完成这生一切 不断考验期间 大车小郵宇宙大喊 make some noise 怕怎么够我联手 make some noise 不所谓 寻找前奏 拍去 上个泪 你我就是绝望 剧七 大车小郵宇宙大喊 make some noise 怕怎么够我联手 make some noise 不所谓 寻找前奏 拍去 上个泪 你我就是绝望 剧七 我不相信 舍不起 基本都破烂 也不怕思念 触隔天 难以和崇拜 可不止天 漂地后 刀山更破海 超越极限 超越极限 让他们看见 再搞得三年的翻阅 眼睛之王到处看 就不会胆贴 团结 是我患上惨战略 胜利就能开箱 让爱更感觉 把亚镜与手 酱 鱼类饶 完结 完结 我的目的更有 要完成在生意前 不断超越极限 满舍跳跃中的它 没什么谤 不快 这种独猾 热烈 没什么谤 不不为 脸就像剪刀 拍剂头 唱个嘞 又谷起卷头 举起手 但我将与众的Mix of noise 他将跟我两首Mix of noise 不过位移就向前奏 叹气透 唱个泪 又握起卷头 举起手 我不相信 这不轻轻能走过来 也不怕思念出个简单和挫败 我不知天飘地后到山更破海 超越极限 超越极限 欢迎回来 两支球队的队员们已经回到场上 山上金也对准了山本场比赛进球的两个球员 贝里奇和弗兰克安德利亚舍维奇 天津金门虎主场面对浙江的比赛呢 上半场暂时是2比1 双方都打得很开放 创造了很多射门的机会 场面很好看 好的 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腾讯体育给各位带来的中超连赛直播 中超新赛季第二轮 天津金门虎在主场面对浙江 双方上半场的比分天津金门虎暂时2比1领先 这场比赛给各位带来解说评数的是孙磊 上半场比赛当中的空球更多的是金门虎这一边 利用两侧创造船中的机会 同时两边一直努力在抓的也都是在前场的反抢 抢下来之后就地手转弓打快速的反击 罗萨在一起传中 这球还没有出界 想回来之后巴顿 苏元杰 右脚打了 这下打门之后呢 上来风堵的董宇又倒在地上 上半场有一次在和贝利奇的正头球之后 倒地 膝盖就觉得不太舒服 刚才又是他这条右腿 巴顿 尝试一脚远射打近脚 这球打偏了 金门虎下面场刚刚开始呢 就在前场进行逼抢 并且把球抢了下来 王秋名进入到禁区 这个摔倒动作有点大 傅明马上示意站起来 沐瀉奎这一侧的反击也是进攻犯规 显得很着急 下半场一开始这火药味突然有点上来了 又是再来看啊 这是沐瀉奎之前的犯规 再来看王秋名 梁诺恒的手上确实是有拉拽动作的 这个动作延续到了禁区 但是从拉拽的方向到倒地的方向呢 其实这下如果吹的话 可能后边这个比赛吹起来难度就会更大了 但是刚才的这次判法 从傅明到VR裁判 贺凯和娇威都是在给今天的点球犯规动作 尤其是手上动作去做一个定性 贺凯和娇威都是在帽子里面 冬雨助跑距离很长 大力收跑球扔到禁区里 二点贝利奇保护下来 基本红油有反击的机会 罗萨通过梅里达想转移给贝利奇 贝利达身后拉扯动作放到冬雨 陆坎斯代球过半场 连续两次传球 左边路挨沃洛 月薪在做套上 没有传 杨洞宏再次尝试送直塞 刚才断球这个位置 对于浙江队来说很危险 二点保护下来 连续抢二点 前击给 给身后冬雨在船中 安杜哈尔虽然有点别扭 还能够解围 安杜哈尔也是在上赛季的时候 加盟天津金门虎的 在此之前呢 他是在西班牙的卡塔赫纳踢球 明天摔倒在场地里 身后艾沃洛先伸手了 明天右边路的进攻的上半场 效果明显 多次能够一对一面对月薪 而且能完成突破 包括在这场比赛 双方第一个好机会 就是他下底倒三角 给到贝里奇的 王秋名 其实从身体上来说啊 王秋名一点优势没有 只有一米七三的身高 而张家吉的身高是一米九一 但是在刚才这次对抗下呢 王秋名就很懂得用自己的身体 始终把自己放到 球和张家吉之间 继续打身后 吴兴奎还在抢 居家闽线解围 刚才的这次弗兰米里达和 邀军胜的手上动作呢 之前聊到了 这就是跟王秋名在军军里摔倒一样 对于手部动作的攀发标准 只要统一 这场比赛就能保持这一个相对的平衡 这刚五十二三分钟啊 乔迪就已经在向裁判施压 认为金门虎的队员在有意延误时间了 巴顿 那些左脚船 他和罗萨都一样 在边路呢 是逆足 但是巴顿不同的是 他虽然逆足 但是下底这下是很坚决的 今天巴顿更愿意去走外线 刚才田一农 其实他完全已经没有出球路线了 但是绕着他的这几个浙江的球员呢 都没有上去抢 在那一瞬间被团团围住 但是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月薰的这个动作是不能做的 按照规则 如果像裁判做出这个画VR的动作 有可能也要被出牌 但是他刚才投诉的呢 是埃沃洛在和杨帆的对抗当中 杨帆是否有肘击 再来看 这下其实是打在肩膀上了 后边呢 哦 这起码是一张黄牌啊 杨帆这是在无球状态下 有一个击打挨握落的动作 这就得考验今天的VR裁判 贺凯和娇威了 是的 要回看VR 现在的VR呢 如果提醒裁判 要自己看的话 那么给牌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再来看 这一下 这是考验复明的时刻 这是一个与球无关的击打动作 当然呢 埃沃洛其实他的这个右肘也有一个架 但是右肘的这个架更多是在抢位 而杨帆 左拳挥出 是一个纯粹的击打动作 出名 跑向杨帆 红牌 给出红牌之后 由于这个动作呀 它是一个有可能会被认定暴力动作的行为 很有可能在此之后还会要追加处罚 杨帆确实要为刚才自己的不冷静去付出代价 在上个赛季面对长春亚太的比赛当中 杨帆就曾经和孙杰发生矛盾 并且也在之后遭遇了追加盘罚 富明主动在找到天津金门虎的队长王秋明去做沟通 告诉他他刚才量行红牌的理由 杨帆在第57分钟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就吃到红牌被罚下场 由于看过VR 所以已经不存在改判的可能性了 很遗憾 杨帆其实这场比赛呢 许多的场景做的都不错 尤其在防守上 一对一面对木屑奎也并不吃亏 那可能这一下吧 回头自己回去看看录像 把心态放下来 等待停赛之后 回头再打 这样的话有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浙江队可以以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去进行比赛 现在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 也在心态上有所考验 领先的情况下 这个落后的情况下 场面多大一人 有的时候权反而会更着急 金本虎这边要迅速去做调整 他必须在中位的位置上 有人才行 六号 韩鹏飞 要出场 换下了之前 常常在中路组织球队进攻的罗萨 罗萨也很郁闷 这场如果不是杨帆的红牌的话 他应该能打的时间更多一点 整个赛季两个进球 八次助攻 还给天津的球迷 在场外展现了他爱吃煎饼果子的那一面 是很多当地球迷喜欢的一个球员 韩鹏飞 替补出场 在上个赛季呢 他效力于长城亚太 职业生涯也去到了很多的俱乐部 包括曾经的广州恒大 后来的武汉卓尔 以及广州城 这赛季韩鹏飞是自由身 加盟金门虎 王秋名 经验丰富 这两枪控球呢 他就可以把节奏控下来 现场村民也开始起哄啊 喊黄牌 试图给富明造成一些心理压力 左边的定位球开前点 穆歇奎第一点打出 又回到 维利达脚下 轻轻一让 把球让出了边线 打出后 苏元杰 脚下打滑 浙江现在这个打法 其实对于穆谢奎的压力很大 这意味着他几乎要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呢 正面的和对手的大中卫去扛 面对比自己年轻四岁 身高还高出一公分的安杜哈尔 厂边的高迪 踢不出场 要换下七号 埃窝洛 李提香 也要出场换下张家琪 高迪也是从鲁能清训出身 这个时候再跟场边去确认一下具体的站位 埃窝洛今天 除了在杨帆身上制造了犯规和红盘之外 其实可圈可点的表现并不多 月薰 弗兰克在要求 通过弗兰克向右路去转移 东宇 推 后点 弗兰克头锈静下来 高迪转身的 这就是在有人数优势的时候呢 进区里多增加一个进攻点 动作挺连贯的 那么在浙江队进行换人之后呢 张家琪的这个单后腰位置 现在是由前姐给来打 然后把李吉祥往前顶一顶 李吉祥刚刚刚上场 哇 这下是踩在苏元杰的脚面上 李吉祥之前 是从国安清训出道的 后来去过世家中永昌 也就是现在的苍州雄狮 以及后来的富丽 也就是广州城 在广州城 有过118次的顶级联赛出场 尤其在最近的几个赛季 斯多伊克维奇的调教之下呢 逐渐变成了球队的多面手 在广州城 接散之后 现在也是来到浙江队 前阶队的出球出现了问题 巴顿走外线 小角度的船中 被梁诺恒解围 梁诺恒之前热身赛的时候 和上岗眼部受伤 休息了一段时间 首轮打长春亚太那场比赛 没有出场 休息了一段时间 人数少打一人 所以金门湖这边的明天 很难有机会 再做大幅度的压上了 两个边后卫 现在同时只能上一个 大多数时间 金门湖要在阵地防守上边 去做努力 许元杰空下来 打脚解围 梁诺恒的船球出现失误 前线给第一时间 放到了贝利奇 进攻有力 巴顿 再给身后 力量给大了 虽然梅利达很有经验 即使没有机会拿到这个球 也不能让赵博迅速开球 刚才有一步 刚才有一步也是赵博 一时间 要不到球 开不了门球 尤其现在比赛呢 刚刚打到66分钟 其实对于浙江队 并不需要如此的着急 因为像刚才这样 快发门球 但是球又没有完全停住 又被吹回来 反而是会让球员更着急 对于浙江队 前接给 回给卢卡斯 金木虎这边还在努力的 在中场附近 抢一抢浙江 试图让浙江 没有那么轻易的 能够通过中场 附近葵 这次身体有优势 坐下来之后向右分 要军胜 右边路有空间 给他打了 心太急躁 浙江这边 而在进攻端 可能还会有 对球队有帮助的 一个是刚才在 乔迪身后的顾斌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个赛季 加盟球队的 季胜潘 季胜潘是一个 打边路的球员 上个赛季胜潜 在自波 促鞠打中甲 33场比赛 有12个进球 也许一会儿 等到时间 对于浙江队 越来越少的时候 会让他出场 而且球队当中的 另外一名外员 埃夫拉 也是打完亚太之后 受伤了 所以今天没有随队 来到天津 斜线 想推给高迪 落入半场攻防 地铁箱 推到左边 越新起船中 转客 再打左边 继续起 李提香 这脚射门 抢到了点 可是推的略正 再来看啊 越新 这脚球 其实给的线路 非常好 即使李提香不碰呢 那么在后点 还有高迪 手上的犯规动作 双方的球员和教练 都试图 都试图 再给裁判组 一压力 让比赛 到目前为止 踢的还是很胶着的 70分钟 比分还是上半场的2比1 但是因为 下半场杨帆的这张红牌 让人数出现了变化 很多心态就完全不同了 你看 在屏幕的左方 大家都在推推扫扫 这场面有点不太能控制得住 梅利达 洗球到禁区 高空球 转身打 搭在横梁上 韩鹏飞 这脚射门突如其来 与此同时呢 金文湖的球员还在投诉 刚才禁区里有守球的嫌疑 这链声的场面啊 会让我想起刚刚宣布自己在赛金木要退役的花金 花金曾经上一档节目的时候被问到 对裁判施加到底有没有用 花金的回答是啥用没有 但是呢 在比赛当中 其实对于球员来说 为裁判是去争取自己利益的 能做的最大的努力 这样的场面 可能有的时候他没用 但是又永远会发生 富明 听了贺凯 在回看VAR之后给出的答案 让比赛继续 我其实在现在有VAR的情况下 这一幕其实是比较典型的 围了 有的时候也白围 月薰 长传找弗兰克 推到进区前 想再做一下 高迪的意思是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越位位置上 这球给的太着急 乔迪也是这么想的 许家敏今天完成了两次扑救 那是从北京人和队开始了职业生涯 脚跟一坐 巴顿 进区 要看远端有没有队友 虽然少打一人啊 但是巴顿 王秋名 弗兰梅利达 这几个人脚下都很好 在一对一控球的时候呢 轻易不会丢 这就给浙江的逼抢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又是连续配合 将往进区里送 弗兰梅利达 今天他在二点的保护 做得非常好 再看看这次巴顿 熟悉的右边路 小熊 超过一万七千名球迷今天在现场看了比赛 相信如果是到了周六周日啊 这个人数还会更多 中场断球 高迪 第一时间给的不错 弗兰克看看能不能转身 尝试盘带啊 其实左侧呢 木屑奎已经有插上 李提香 穿球时候受到干扰 嗯 徐家敏 这个失误 有点丢士气 王家南要出场 对位呢 换下苏元杰 苏元杰今天这比赛踢得很累 特别是他在防守的这一边 浙江队呢 不停地由董宇去做后插上 换下苏元杰 换下二手的王家南 王家南在首轮比赛当中 也是踢不出场 当时他换下的是明天 在击传中 弗兰克头球一蹭 好 干扰 来 再找身后贝里奇 这下有运位嫌疑 比赛继续 就是这几个人 巴顿 贝里奇 梅里达 然后替补上场的王家南 在外面做保护 不行的再回到半场 通过安杜哈尔 通过门将徐家敏去转 但是现在可能 唯一的问题就是 徐家敏的脚下处理球的能力 不够好 贝里奇 两个进球之后 表现越来越有自信了 王秋名 想倒三角给明天 浙江的反击 富兰克和高迪之间的船炮 没有形成默契 哦 富兰克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这动作呢 毫无必要 再看 这也是刚才和高迪这船跑 没形成默契 今天踢的不开心 有点上头 与各位表情很紧张 首轮呢 金门虎是在主场1比1 占平了苍州雄狮 连续两个主场 自然是想拿这个赛季 首场胜利了 散布 散布 明天又一次面对月薪 连续假动作 球过人不过 李提香 自己带球向前 左右两路都有机会 包括木屑奎也在跑 看他怎么选择 给到左边 再给中间传中 没能找到木屑奎的头上 再来看看刚才李提香 这位置给的很好 马上就有起传中的机会 但是高低的传球呢 恰好给到了两名队友之间 而这个位置上 是金门虎的防守队员 接下来李提香 在争高球的时候 然后对梅利达犯规了 那边后对梅利达犯规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贝利奇一拖二 仍然能够获得球权 浙江这边呢 到现在也没有换人 其实顾斌对于球队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 不知道是不是身体状态不好 或者有些小伤 另外的机盛潘 如果用的话 应该要早一点 这个时候浙江要换人了 首先看到了20号王东升 对位换下董宇 另外呢 机盛潘 要出场 对位换下姚军胜 这两个都是对位的换人 两个人也都是在球队的右边路 浙江队这个时候 把右边的两个人都换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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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和月薰有一个脚和脚之间的碰撞 问题不大 还可以继续投入比赛 王秋名今天状态真好 刚才在边路还想尝试强行超车 贝利奇 巴顿呢 这个时候体能也开始下降了 奇梦虎这边呢 今天替补鞋上呢 有常菲亚高花泽和石岩 这三个人都可以打巴顿的这个位置 那还有一直被信心念念的谢维军 只是现在的这个场面 好像谢维军 除非是去顶替体能下降的贝利奇 李吉祥 向左路转 月薰 内切 铲船 没有控制好 金门虎还有反击的机会 第一时间呢 前击给上了手 一组超级慢动作 卢卡斯前击给 表情都有点茫然 这球还能坐下来 富兰克 船中 想找后点 确实处理起球啊 很别扭 这球 并没有一个很高的弧线 而是在膝盖附近的位置 潘风飞 跪铲 把球破坏出去 脚球机会 战术脚球发出来 前点投球 高敌 这是他的特点 空跑能力很强 强点这一下很好 再来看 这是从后排 它是区别于所有人 对这个球的弱点 以及对比赛的态度 最好的一个 现在现场的琐迷啊 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动 就开始喊红牌 但是这也是现场看球的一个乐趣啊 跟着起后 感觉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屏幕前看球 下半场上场的季胜潘 还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 这场比赛 下半场的捕食 应该会比较长 击中班出球的时候 被干扰 巴顿 进攻有力 在塞身后 梅里达 要一个脚球 鼓动现场球迷嗨起来 这是在主场作战 十人作战 一球领先 小小的动作就可以让 线上的球迷高喊他的名字 梅里达 开角球 偷球 安杜哈尔定高了 这场比赛 反倒是杨帆吃到红牌下场之后 浙江队的心态率先坏掉了 巴顿 最后时刻被换下场 他今天虽然没有进球 但是在左边路的牵制能力非常强 通常都是在面对一对二 甚至是一对三的局面 但是处理球的成功率很高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要打高分的 换上场的是24号 瓢瓢雨 来自于延边的球员 跑动能力很强 最后时刻上场也是让他去覆盖 左边路的防守 王东升 船中倒进去 沐谢奎第一点的投球顶篇 场面热身的孙城昊也在鼓励大魁 继续投入到比赛 再来看这球啊 王东升 给的角度很好 所以沐谢奎呢 他基本不需要发力 只需要把球改变方向就有机会 今天沐谢奎仍然踢得很郁闷 下半场有五分钟的捕食 其实算上中间的一些伤病和VR回看 红盘这个时间倒并不是很长 麻烦 最后时刻 前击给气球 韩鹏飞顶出 直接顶环给了前击给 李提香 向右路转 吉胜潘就停得不错 给他王东升 吉胜潘 内切 斜线给过来 关键干扰安杜哈尔 这一次防守 对于金门斧来说太重要了 弗兰克几乎已经有了 射门的机会 吉胜潘小斜线给得很好 但是接下来安杜哈尔 就是这一次出球 彻底的干扰了弗兰克 其实总继也能看到 其实整场比赛 哪怕这么长时间多打一人 但是浙江队 一直没有能够完全地掌控球权 卢卡斯 内部有队员出来接球 没有给 依旧是通过后场去做转移 蒙东升 这球是打在手上 但是仍然能有控球 明天弗兰米里打巴顿 贝里奇 这几个球员 今天这场比赛都是可以打高分的 而且通过这一场比赛能看出金门虎在赛季前的准备做得非常好 无论从体能的储备 还是到战术打法的协调性 再到队员之间的磨合 已经很成型了 李提香要倒回到左脚 和王东升之间没有形成配合 贝里达 今天不光是进攻组织 好几次关键防守 他也都到了位置 留给浙江队的时间并不多 上个赛系的季军 有可能会迎来新赛系的两连败 其实今天几次判浅杰给手上的犯规 标准还是一致的 都是有持续的搂抱动作 然后这一次 就是手一直在贝里奇的身上 这是一定会吹的 弗兰克关键时刻还在抢 他的队友们需要像他一样去做前场的B抢 要知道弗兰克可是首发就开始打的 再给身后 王秋明的体能也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还能冲起来 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这场比赛也已经进入到了独秒阶段 浙江还有最后的这一攻 高迪回座之后 跃薪等待队友来拿球 给不出来 反倒是金门虎在最后时刻还有球权 阵型已经乱掉了 飘桃宇 傅明还在给时间 横传禁区 受到干扰 而这个时候 傅明吹向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天津金门虎维持住了上半场贝里奇打下的基础 2比1的比分 保持到中场结束 他们在第57分钟 杨帆就因为红盘下场少打一人 但是在主场 在17000名球迷的鼓励下 一直撑到了最后 另外一方面 浙江队在多打一人的状况下 其实下半场一直很乱 一直很慌 有过机会 没有把握住 官方的最佳球员给到了贝里奇 他确实值得 不光是两个进球 在前场的支点作用 帮助队友去做的掩护 以及处理球的质量 这场比赛都算做上乘 看看能不能通过 今天这场比赛 改变天津球迷 对于他的一贯的认知和看法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还会有赛后的顺时采访 以及赛后的基本发布会 同时我们也要看看 是不是会有今天 退役仪式谭望松和白月峰 两个人的绕场 一周的仪式 现场的解说的部分 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孙雷 我们之后的比赛 再见 这场比赛 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 在这个率先领先情况下 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然后最后可能在客场遗憾输球 对于这场比赛是怎么评价 首先很遗憾 我们上半场其实打得还可以 然后也有几次不错的进攻机会 然后就是没有把握住 然后总体来说比第一场有进步 然后希望现在尽快把这场比赛忘掉 然后应该下一场比赛 因为这赛季可能开局连续几个客场 就接下来可能在球队两个人败的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非常困难 困难肯定有的 因为我们去年获得成绩还挺好的 然后今年二年级 有很多困难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克服过去的 这种话是不错的 我们在家里面向没办法 没有什么 我们已经是这种 有很多困难 我们都还能适合 有很多人 都还能适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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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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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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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